7月12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 瓦努阿图总理萨尔维 习近平对萨尔维长期以来 为推动中瓦关系发展 发挥重要作用表示赞赏 习近平指出 瓦努阿图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 好朋友 好伙伴 中瓦建交42年来 两国友好历久弥坚 在事关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 始终坚定相互支持 中方高度重视中瓦关系发展 愿同瓦方继续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深化全天候全方位友好合作 携手构建新时代中瓦命运共同体 中方愿同瓦方交流治国理政经验 分享中国是现代化发展机遇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深化基础设施 经贸投资 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务实合作 鼓励中国企业赴瓦努阿图投资合作 中方将继续向瓦努阿图提供 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经济技术援助 助力瓦努阿图走好发展繁荣之路 习近平强调 中国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 坚持屹立相间以意为先 不寻求大国竞争 不谋求地缘势力范围 不干涉别国内政 不逼迫别国选边站队 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站在公平正义一边 中国是太平洋岛国地区 和平共处 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和贡献者 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 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 中方从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 看待和重视同太平洋岛国关系 愿继续为岛国经济社会发展 和民生改善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支持岛国 加快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目标 萨尔维表示 瓦中建交42年来 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强劲发展 在习近平主席卓越领导下 中国发展取得伟大成就 国家保持团结稳定 正以中国式现代化 推进民族复兴伟业 瓦方深表钦佩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对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发展意义重大 中国建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对瓦努阿图这样的小国一视同仁 充分体现平等和尊重 瓦努阿图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坚定支持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统一所做的一切努力 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 坚定支持中方在涉江 涉港 涉藏 人权 南海等问题上的立场 瓦方希望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 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推进基础设施 经贸等领域务实合作 瓦方愿同中方密切国际多边协作 推动构建瓦中命运共同体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瓦努阿图共和国联合声明 一致同意 提制升级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构建新时代中瓦命运共同体